家里的房子还差点材料 剪些纸片用来装修吧 哦 这里夹着个黄瓜 看来今天的晚餐又着落了呢 我真幸运啊 好了 把剩下的几个洞补好吧 这样我就有自己的房子了呢 等等 家门口怎么这么多便便啊 或许家里也有 丫头 难道有人把我这里当成公共厕所了 啊 真是气死我了 这个新直升机挺平稳的 没有浪费我一千个钻石呢 那个谁 今天有什么消息啊 老大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场飞行表演 飞行表演 我看看 嗯 不错不错 能把这么大的客机开成这样 确实是个能人呢 哦 那不是打手集团吗 他们在那里干嘛 我去 过来了 不要打我 扭了扭了扭了 让开让开 别挡道 哇 原来不是要打我哦 真吓人啊 等等 他们这是在跑步嘛 连小混混都这么努力 而我还在整天混日子 哦 不行 我也要努力起来 就先从做抚卧撑开始吧 哦 一个 两个 三 哦 好累啊 坐不动了 哦 才做了三个就坐不动了 你小子也太多了 这样吧 跟我们来 我们帮你进行特训 嗯 谢谢各位大哥的好意 还是算了吧 想跑 给我站住 最终 我还是被他们抓住了 加油哈 不做够一千个 不许停下来 我 求求你们了 放过我吧 我的手快要断了 哈哈哈哈 哦 这帮人是干嘛的 你就是小熊 听说你身上钱不少呢 借一点给兄弟们花花呗 哦 想要钱 可以啊 跟我单挑 赢了的话 每人奖励一千个断食 不过需要让我准备一下 嗯 没问题 只要是一对一格斗 随便去准备 呵呵呵呵 口气不小吗 希望等我锻炼完之后 你们还能这么淡定 快点 多喊你兄弟过来 一个人 可是一千个钻石呢 咳 我准备好了 开始比赛吧 或许 这怎么可能 短短半天不到 就锻炼成这样了 呗 一拳一个 真轻松啊 记得下次来 找我要钻石的时候 多锻炼几天 呵呵呵呵 嗯 好新的公交车啊 以前没见过啊 是新买的吗 有点想开 哦 你有什么事吗 那个 请问我能开一开你的车吗 你不用担心 我有驾照 呵呵呵 这个嘛 哦 我也不白开 这个铜板就当做我的门票费吧 还有这瓶可乐 也请你喝 呵呵呵呵 嗯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上去看看吧 不过不能开哦 好吧 能上去感受一下 已经很不错了 好了 赶紧下来吧 嗯 哦 我才上了一分钟都不到哎 真没意思 小熊啊 这两三轮 我儿子已经起不了了 听说你很想开车 就把它给你吧 真的吗 谢谢你了老乡 哈哈 我也有车哦 呵呵呵呵呵呵 嗯 今天该开哪一辆呢 哎 车子太多 也不是什么好事呢 嗯 那个谁 你帮我选一下吧 老大 要不就开那辆 黄色的超跑吧 哦 行吧 今天就用它凑合一下吧 嘿嘿 我用我存了很久的钞票 买了一些抽奖盒子 听说能抽出 999个钻石哦 赶紧来试试手吧 呃 抽了个泥土 没事没事 我还有好多抽奖盒子呢 接着来吧 哈哈哈哈 啊 连续三个泥土 难道是我太黑了 听说 站高一点 运气会更好 来试试吧 嗯 呃 一个老乡的高度 可能不够 站在房顶上试试 啊 我就不信 今天抽不中钻石了 完了 就剩最后一个了 鸭子 真是垃圾玩意儿 来兄弟 最后一个送你吧 嗯 哦 这是什么 哇哦 我抽到钻石了 哈哈 我罢财了 嗯 哦 为什么它一发就抽中了 看来我真的是飞球呢 哦 这是啥玩意儿 抽奖盒子 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可是里面的奖励也不咋地呀 哦 999个钻石 看来我的运气也不怎么好嘛 蛤 《烤冰宝 Surprise》